加拿大宣布终止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关闭在德黑兰的使馆 并驱逐所有在加拿大的伊朗外交人员 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·贝尔德星期五说 加拿大政府是伊朗政府为当今 世界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 他还说在加拿大的伊朗外交人员 必须在五天内离境 贝尔德为这一行动提出几项理由 其中包括伊朗的核项目 他对叙利亚的军事援助 以及对以色列的敌意 另据报道 一份用波斯语书写的告示 张贴在伊朗驻沃泰华使馆的门上 这张告示说 由于加拿大政府的敌视性决定 伊朗使馆关闭